在開玩國社會呢 雖然目前有陽光班跟正銀班的學生在學校上課演餐 不過面對9月就要開學 學生對5月19號轉過天殼高大 將中心回到浩雲 目前風野無助 包括漂白水 酒精跟面打頂頂都有一個過以上的尊重 其中水安也參加正比無助一樣 代替轉期採工有7800克 請教中方釋 有關物資整備的部分 不管是口罩 酒精 漂白水 午餐的隔板還有面罩都已經到位 那有關SOP的相關的作為 比如說學生的到校的體溫量測 那還有學生午餐用餐的SOP 老師也都完成了相關的演練 那尤其在開學前 所有的教職員工也會返校 把教室內外做完整的清銷 那戶外的部分環保局也會來做相關的消毒工作 雖然風野境界感到利益 不過效忍風野一時都不能放上 好好剛才自己準備風野物資 教教也補助西北營餐的隔板 然後沒有數化學的各方 讓經濟食鹽更為不適合自己的方 就掌聲比較安心 然後呢有防疫的概念 會不會覺得不方便 還好 還好 就習慣了這樣 為了防疫關係 從幫忙打菜的小朋友跟老師 使用的這一個面罩 以及每一個小朋友 用餐的時候都有一個隔板 那我們相關的採購這些物資 都有補讀的相關的證明 那應用在學生午餐的整個SOP上面 那這個部分也請家長都能夠放心 市長在公園記者會也強調 因為市長的需要很多價錢 對原本一片五六十塊 現在價值到二百多塊 雖然提借國後採購照合應的就好 不一定會透明的壓力 各種各式各樣的東西 都可以成為隔板 像這個珍珠板 你要做海報的珍珠板 也可以做隔板 像這個作家瓦楞板 也是大家可以看手板 或做海報的也可以做為隔板 像這個封扣板 這個也都可以做為隔板 不一定要這種所謂的透明壓克力 這個只是讓廠商比較好賺錢而已 那甚至於這個厚紙板都可以 高雄馬鐵齒家長 海鮮跟好好進展 順便和祖祖祖健康館 立點工業規定 共同度過的艱難關 今天新聞 郭恩吉採訓過的 郭恩吉採訓過的 郭恩吉採訓過的